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WTT太原战比赛的最新情况 太原战比赛男子单打的抽签分组结果已经是正式出炉了 那么这次的话呢,中国队并没有派出主力球员来去参加男子单打的比赛 奥运会的三大主力樊振东在太原战是一个比赛也没有报名 而王楚清与马龙也只报名了男双的一个比赛 并不会参与到单打的比赛当中 所以说梁敬坤也就成为了本次男子比赛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超级明星 那我们也看到在官方的宣传海报当中 梁敬坤也是占据了绝对的C位 成为了本次比赛最为大牌的球星 作为头号种子的梁敬坤自动分在了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小半区 在他这个半区当中实力很强的选手并不是特别的多 在他这个半区里边大多数都是资格赛的选手 通过抽签来看 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分组 有两位进入到正赛的选手 都是来自于咱们港台的选手 实力还是稍稍需要注意以下的 一位是来自于港队的林兆衡 另外一位的话呢 就是来自于省队的老将 庄志渊 那么他最近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四分之二半区也有一位中国选手周启豪 他并没有目前跟这种国拼的选手分在一组 然而我们也知道周启豪其实是一个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的选手 这次的话呢 他则是与多名国外的选手分在一组 恐怕晋级之路也不会特别的平坦 在他这个小半区当中 实力比较强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的选手 像日本队的士兵赛主力的松岛辉空与小种大灯 都是跟他分到了一个小半区 同样韩国的21岁新星赵大成 也是跟他在一个半区的 那这一块的话 对于周启豪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四分之三半区的对决会比较受中国球迷关注 因为来自于法国的勒布伦 以及咱们国拼的小将林诗栋 两个人如果顺利的话 有可能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就相遇 两个人都是中国队和法国队 20岁以下的超级新星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还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双方最近一次的交手当中 林诗栋就曾经战胜过对手 也希望他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好运吧 那么在最后一个半区的话 相对而言就比较的中国选手多一些了 国拼的像相鹏 袁立成 以及本次比赛二号种子选手 林高远全部都在这个半区 其中林高远与相鹏首轮的对手 实力都是比较强的 林高远的对手是香港老将黄振廷 尽管说他最近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已经有明显回暖的迹象 在刚刚过去的沙特大满贯的比赛当中 他还收获了混双的银牌 这也是香港选手第一次在大满贯比赛当中 站上领奖台 同时黄振廷的话呢 在2016年曾经拿到过世界杯比赛的铜牌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站上过世界乒乓球三大赛事 领奖台的男子单打选手 所以说林高远首轮的对手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再加上林高远打外协会的选手向来战绩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还是需要注意的 而相鹏首轮的对手则是韩国名将李尚珠 这场比赛算是首轮对决当中 可能中国队选手在实力名气排名 全方位被对手压制的一组对决 因为李尚珠的实力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进入到2024年之后 他先后曾经战胜过两位中国队的主力选手 分别是在仁川市拼赛的比赛当中 曾经战胜过马龙 随后又在大满贯的首轮比赛里边 淘汰过林高远 所以说这轮对决对于相鹏来说 绝对是需要去放低姿态挑战对手的